數夾這題是一個圓的問題 對一個圓其實最重要就是圓心跟半徑 所以呢我們就先來做一下這個 就是配方 所以一開始呢我們就先把它變成 x平0加4x 就變成x加2的平方 那這時候呢我們記得有一個加 這裡要補一個這裡就是4 那這邊就變成y減掉什麼呢 2分之7的平方 那這邊我們就再補上呢 補上4分之 4分之這個49 那這加10就記得減過來就變成減10 那這邊我們就會得到的是什麼呢 得到的是 這裡是變成2分之 這裡是4分之25 就2分之5的平方 所以它是一個怎樣呢 它是一個 圓心再-2分之7 半徑為5分之5的圓 OK 所以我們先把這圖先稍微畫出來 那畫完之後呢 對 另外還有這一條黃色的線 那我黃色的線為什麼要畫在這邊 其實就是因為 你看喔 這裡有一個m會變 可是我們現在如果帶一個-3 就會讓這裡消失了 其實m的效果就不見 所以這條線呢 其實永遠通過-30 OK 永遠通過-30 好 那所以呢 但是題目又要求怎樣 這個黃色的線跟這個圓圈 它怎樣 要交於兩點 而且位於不同項線 好 那所以呢 其實就是怎樣 你這個線呢 就是大概只能怎樣呢 你大概要相交的時候 只能從這裡跟這裡 就是說你只能從這裡去轉動 因為你要交到1跟2向線 所以就是它的兩個極端值 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交到這一條線的話呢 這個斜率 這叫m1好了 這個叫m2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m1 對m1其實是什麼呢 m1其實就是 會等於三分之二 那m2呢 對m2的話 就這裡前進三格 這裡上升五格 m2就會等於三分之五 好 所以這題的 這個範圍 其實就是我的A 這是我的B A跟B的範圍 就是三分之二 跟三分之五